第4652集 雷光逐渐散去 而夜沉则是坐在那片残破的竹林之上 竹林的根部都有一些乳白色的液体 轻轻飘荡 其中蕴藏着十分强大的灵念 寻常时刻只需一滴 便可让人心旷深移 那才是尖家仙子所流下来的眼泪 化作泪池 亘古长存 他的皮肤白皙细嫩 比起出生婴儿来还要鲜嫩 再加上泪池之水的滋养 气质又蜕变了一大截 现在的夜沉如同破茧之蝶 他知道自己所用的 不过是部分泪池池水而已 真正的大头还在后面 他挥手一抬 便有万物出生时的本源力量出生 极富活力色彩 这一抹活力打破了此地的死迹 直接让浓浓的白雾 破开一道霞光 批波斩浪 直达对岸 构成了一条灿烂的金灰大道 遮天魔地与几丝青也有了反应 二人迅速踏上了这一条金灰大道 穿过那渐渐消散的浓雾 来到这口池子的深处 原来在这片池子的深处 还有另一口仙池 那才是真正的泪池 那一片池子流淌着金色的水源 十分神圣浩瀚 而在那池子的上方 有一道人影盘利 剩下的金色池水 缓缓卷成了几条水柱 从他的皮肤毛孔渗入 一点一滴 壮阔其气息 叶辰正站在那大道上 迎视着前方 并没有立马出手 因为那道人影 从外表来看 就是药草原的木屋中 与他们交谈的那一缕残魂 只不过现在这缕残魂变了模样 他面前有数十颗青色莲子 浮空而立 静静地悬浮着 这莲子与叶辰手中的那颗一模一样 这天摩地与几丝青 穿过那金灰大道不久 便听到身后传来碎响 原来是有金色泪池的水巢 席卷而出 冲垮了这条大道 这池水不宽 却异常凶猛 他们来到夜尘身边 顺着视线望过去 也见到了那些青色莲子 瞬间便明白了一些事情 这一切果然都是设计好的 那颗青色莲子 从近来起 便带着他们 一路深入这里 恐怕沿途就早已经 被这神秘女子给控制了 从而一步步地引他们入套 这神秘女子是什么身份 不得而知 但几人可以肯定 其必定与奸家仙子有关 那神秘女子 豁然睁开双眼 似乎有无穷的神力在浩荡 席卷着怒海奔向高天 直至此时 他们才看清楚 那神秘的金黄色池水之下 埋藏着 累累枯骨 恐怕是前来此处问道之人 所留下的 而更远处的山谷当中 更是有不少的尸体 横尘摆放 全都是巨无霸 即在山谷之中 几乎将宽阔的裂缝 全部占据 这其中有的是宇宙古族 有的是极富盛名的巨人种族 甚至还有一头金尺大棚 神魂已经消散 肉身依旧遍布浮纹法则 万古岁月不曾被磨灭 异常坚韧 尸体有的完好无损 有的腐烂了 还有的简直不成样子 但是此处却没有 散发出腐臭的味道 因为这些尸体 在某种程度上 成为了泪池的养料 见到这一幕 叶辰眯起了眼睛 若是让红军老祖 知晓自己与道律 所留下的泪池 居然变成了他人行凶的利己 不知会作何感想 突然间一股力量弥漫天际 形成了白日焰火 化作一道光照 遮蔽了方圆万余里的 空间 原来是那神秘女子 已经将最后一颗 莲子的力量 吸收完毕 道义雄浑圆润 无可匹敌 通天魔帝尝试着用法宝 破开此间防御 但他所挥出的那把魔刀 刚冲上云霄 就寸寸碎裂 然后被那莫名的力量 给搅得粉碎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夜晨的目光 仿佛要穿破虚望 紧盯着泪池尽头的神秘女子 而就在此时 夜晨的脑海当中 响起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小子 老夫方才回忆了许久 想起了过往岁月 有关此地的一个传说 你要不要听一听 正是荒老在开口说话 他存活的岁月太久了 以至于一些记忆 都有所缺失 前辈请讲 夜晨立马说道 当年 尖家仙子创立了尖家剑派之后 还未曾病倒 曾率领过一段时间的尖家剑派 也正是在这时候 尖家仙子 收了一名天赋 极为出众的女弟子 用时仅仅三年 便领悟了尖家仙子 所创的剑法 可谓独断万古 一名惊人 那女弟子后来 成为了尖家仙子的 座下真传弟子 成为清廉仙子 被视为道统的继承人 本来前途无量 但最后却不知为何 忽然陨落 尖家仙子 并未向外界公布原因 只是独自一人 将清廉仙子埋葬 尖家仙子趴在坟墓上 整整待了一年 流下了心痛 以及悔恨的泪水 于是才化作着泪池 叶晨文言顿时觉得 十分奇怪 前辈 可我听到的消息来说 这是红军老祖 所流下的眼泪 慌老笑了笑 如若真是红军的眼泪 你觉得此人 能有可乘之机吗 叶晨顿时了然 据我所听来的 小道消息中 没有这样一则描述 说清廉仙子 有可能是红军老祖 与尖家仙子的女儿 因此当其陨落之后 尖家仙子才会如此伤心 叶晨听到了此等消息 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红军老祖 与尖家仙子的女儿 这种消息要是传出去 必然会震惊 操控着 对他们发动进攻 任天女 与你所说的复活关键 恐怕就在清廉仙子身上 慌老的声音传来 叶晨顶睛望着那个人影 眼中逐渐浮现出战意 他这次来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获得复活 孙叶蓉的材料 而现在大功告成在即 眼前此人 是关键中的关键 去 叶晨的手臂上凝聚出 一团佛光 瞬间爆发而出 神力沸腾 与佛陀一战过后 这一从佛光变得越发凝实 凶悍了 甚至可以泯灭虚空 极为恐怖 而那神秘女子临危不乱 她手掌一挥 便有雾气升腾而起 迅速延展 化作几条锁链 与那佛光展开四杀 双方陷入了僵持的状态 几次轻与折天磨地 也纷纷出手 三股力量 即使暴冲而起 只不过 却被淡淡浮现而出的光雾 给阻隔在外 那神秘女子丝毫不拒 她吞吐一番 便有成千上万条丝线 奔涌出来 像简丝那般逐渐剥离 分化为锋锐的杀机 夜晨目光一闪 她抓住了那张 光线结成的珠网 撕开了两个大洞 三方势力不断纠缠着 很快轰隆隆的响声 不绝于耳 这片神秘的地界 平日里静谧安详 但是此刻 却卷起了无尽的风暴 这可是你们自己找死的 那神秘女子 终于是开口 说了第一句话 不过这声音 似男幼似女 十分难以分辨 剧烈的咆哮声 瞬间传来 让人顿觉耳聋 遮天魔地与己思青 对于此等招数 一时间根本无法招架 所以只能咬了咬牙 旋即快速推开 若是再慢一些 恐怕他们的神魂 都能被阵列 这具肉身是我的 谁都休想夺走 那神秘女子壮弱癫狂 直接扬出了万缕大道气浪 悬于远空之中 无数的浪潮迅速席卷 滔滔不绝 这般气急近乎无敌 让人措手不及 一时万会儿 根本就无法反应过来 几丝星与遮天魔地 分别踏出了千重大道 才让面前的攻势 缓缓停下来 而他们则被逼退到了 极远的地方 一时间无法展开反击 不过在另一边 叶琛的神色 丝毫不为所动 他冷冷板着一张脸 旋即大手往前拍去 这一拍 激起千万重波浪 无边地消消气浪 瞬间逆流而上 奔向天际 挡住了他所带来的威势 斗战圣佛浮现而出 替几丝星与遮天魔地二人 挡下了那滔天的攻势 休要太得意 你不过是一缕残魂而已 有什么资格如此嚣张 夜晨的身躯当中 有万般血液疯狂涌动 这是独属于轮回之主的气波 即便对方是尖家仙子 所留下来的一缕邪念 但终究只是一缕残魂 再怎么强大 也无法让夜晨感觉到真正的恐惧 经过荒老的讲解 夜晨算是明白了 那清廉仙子留下的肉身 乃是复活孙夜荣残魂的关键 当年精彩艳艳的清廉仙子 拥有无可匹敌的天赋 神魂消散之后 肉身也是不可磨灭的存在 此处清廉仙子所遗留下的肉身 无受时间轮回的限制 只要能将神魂融入其中 便能占据身躯重新复活 当然 得要真正的神魂才行 类似于这缕尖家仙子留下的灵念 已经演化成了邪念 即便再给她十万年的时间 也不可能真正的炼化这具肉身 放弃挣扎吧 就算你现在执掌了这具肉身 不出半个月也会遭到排斥 不可能真正与之融合 夜晨无情地戳穿了真相 语气十分冰冷 此话落到那神秘女人的耳中 则是变得十分的讽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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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